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5日 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北京政府被指正在企图以伊朗作为白手套对抗美国 伊朗最近不断挑衅美国 有评论指是主动在替中国吸引火力 以减轻美国对中国的压力 但现在美国为了打击伊朗直接对中国企业下手了 美国政府9月25日公布新一轮制裁 宣布就伊朗问题制裁5名中国公民及6间企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 涉事公司已从伊朗运取石油 美国财政部指新一轮制裁针对中和石油有限公司 以及其他协助运输伊朗石油的船运公司 路透社称涉事受制裁的公司 也包括两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子公司 但不包括母公司及其他次公司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个活动上称 这些是新一轮向伊朗施压的制裁 涉事企业已从伊朗运取石油 他称华府会加大力度教育其他国家 让这些国家知道与伊朗做生意的风险 及摆脱与伊朗经济的联系 公布北京高层在美国的巨额私人财富 一直是中国民运人士建议美国打击中共的重要举措 现在这一建议恐已被白宫采纳 而且还有其他针对中南海的杀手锏即将出台 据长期挺郭文贵的媒体路德访谈爆料称 根据最新内部消息 美国将启动对中共的几大行动 包括对中南海高层在美国的资产进行调查 以及制裁中共一两家主要银行等 路德说 美国即将开始对中南海高层在美国的资产进行调查 完成调查后将予以查封 就像当年制裁卡扎菲·萨达姆一样 他强调 调查不会持续很久 因为所有的东西已经掌握在美国手中 这次调查只是汇总 他还透露 美国还将制裁中共的某一两家主要银行 以遏制人民币取代美元 推进国际化的进程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泰铭宣布 不参加总统选举的联署之后 国民党才刚刚松了一口气 今天却又传出国民党籍的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 对参选总统还没有死心 而且打算争取亲民党的提名 台湾的法律规定 政党可以提名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 如果没有政党提名 就必须要争取人民联署 目前的情况 大约要取得28万份联署书 才能有取得参选资格 未来 宋楚瑜是亲自出马参选总统 或者和王金平搭档竞选 又或是王金平获得亲民党提名加入选战 要等10月中旬才会确定 但都将造成蓝营分裂 对国民党提名的韩国瑜十分不利 另外 柯文哲阵营还透露 郭台铭退选后 曾私下为自己的退选向柯阵营道歉 强调愿意出钱出力支持柯阵营 如果这个说法属实 郭台铭虽然不选总统 但他的力量并没有回归到国民党身上 对韩国瑜没有加分的效果 至于王金平如果批橘袍参选总统 或者自行透过联署独立参选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曾明宗认为 党中央一定要第一时间处理 国民党考机会则表示 要有具体行动之后 才会有党级处分的问题 北京大阅兵在即 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 有关解放军落马大老虎的信息 离其被删除 据9月24日消息 在百度十八大以来 反腐畅联落马将领资条中 至少有68名高级将领落马 其中不少落马将领名称 都有超链接 带出个人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 除少数个人资料确实缺失外 中共军委级别落马的巨虎 如郭伯雄 徐才厚 黄丰辉 张扬等 个人资料都不见了 目前在百度百科搜索栏 查找郭伯雄等人的个人资料时 均显示 抱歉 你所访问的页面不存在 郭伯雄 徐才厚 落马前均是中共军委副主席身份 房峰辉是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 参谋长 张扬则是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目前郭伯雄 房峰辉仍在监狱服刑 而徐才厚因膀胱癌死亡 张扬则自已身亡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在十一倒数七日 反送中抗争持续的香港每天都有事 对香港官方来说 主要忙三件大事 即首场社区对话 十一当天的庆典活动 十一后的特首施政报告 但反送中示威者的抗议活动 则是每日连续不断 今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 因应近期社会气氛 港府宣布十一升旗仪式 遗失在室内举行 而十一后将公布特首施政报告 重中之重的土地房屋问题 会在施政报告中交代 报道说 香港反送中民众 则打算到十一之前天天有活动 目前呼吁的行动包括关注7月28日示威活动 被捕者在法院提堂 26日在湾仔丽东街 将有社会福利界组人链 以呼应特首的首场社区活动 27日在中环遮打花园 有声援及关注新屋领被捕者的集会 28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金钟天马公园 928反抗权威迎接黎明集会 29日下午在铜锣湾 有民间组织发起香港反赤纳粹集会 并游行至政府总部 该活动没有申请警察的不反对通知书 30日将有全港中学生大罢课 至于10月1日当天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已向警方申请当日游行 计划由维多利亚公园游行至中环遮打道 有网民称 若民阵游行不获批 建议全民自发游走大阅兵 据德国媒体报道 中国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大使馆 为庆祝中共建政70周年 打算在使馆附近的著名人行天桥放烟火 但却仅向该市政府发出一支要求 并完全没有事先协调 且这又是庆祝共产国家的国庆 因此被市长西马丘斯拒绝 最后只能够摸摸鼻子 自行拆掉宣传部条 先前中国大使深知飞 才因扰乱立陶宛停港活动被召见 为了配合北京十一庆典和大阅兵 中国大使馆在广告中邀请民众 在10月1日晚上欢迎前往 维尔纽斯市中心的白桥附近 观赏烟火表演 结果最后却没有被批准 国会议员纳维卡斯表示 他对此事件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此活动主要是庆祝 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建立 但这个极权主义政权 却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与自由 这就好像要庆祝苏联成立100周年一样 然而一直以来立陶宛都有反共情节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国家 因此在其国内展示共产党标示 是一种违法行为 美国总统川普施压乌克兰总统调查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之子的 电话门风暴持续延烧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24日傍晚在国会宣布 众院将对弹劾川普展开正式调查 川普以猎屋二字回应 得到被弹劾消息后 川普随后连续发布推文表示 当天是联合国的重要一天 有许多工作和许多成就 但民主党故意用 列污突发新闻来破坏这一切 川普另一则推文指出 他们从未看过通话记录 完全是政治猎屋 川普9月24日周二表示 他已授权9月25日周三 公布他7月时 与乌克兰总统完整的通话记录 据报道 两人在该谈通话中 谈论了涉及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和他儿子的投资调查 2020年美国大选渐进 各大候选人纷纷打出了自己的竞选牌 向来咨询民主社会主义者的 民主党候选人 伯尼·桑德斯也不例外 据CNBC9月24日报道 桑德斯提出了一项野心勃勃的 财富税主张 试图减少美国社会中收入 不公平的现象 并用收来的税金资助社会福利项目 根据其竞选网站估计 如果这一主张真能实施 那么在未来15年内 美国最顶级富人们的财富将会削减一半 桑德斯甚至表示 亿万富翁就不应该存在 根据桑德斯竞选网站上的宣传 他主张的财富税将会主要分成两类 单身和结婚 如果一名富人已经结婚 且其净资产为3200万美元 那么他每年要交1%的财富税 这一税率逐渐累进 净资产为5000万美元至2.5亿美元时 要交税为2% 净资产为10亿至25亿美元时 要交的富人税为5% 如果净资产达到100亿美元以上 那么这名富人每年要交8%的税 相应的 单身富翁的财富税起征点减半 即净资产为1600万美元时 要交1%的税 CNBC以美国的超级富豪们举例 称根据彭博社最新发布的富人排行榜 如果桑德斯的财富税能够实施 那么贝佐斯每年要交90亿美元的富人税 比尔盖茨要交86亿美元 沃伦巴菲特则要交66亿美元 据报道 9月25日阿里巴巴产学研究机构 达摩院院长张建峰 在杭州影视大会上展示新款AI晶片 韩光800 张建峰称 这是阿里巴巴成立平头哥半导体以来 第一款正式流片的晶片 他表示 用一年半时间就能完成晶片的制作 所以阿里巴巴将成为软硬一体化 协同发展的公司 张建峰指出 韩光800晶片在业界标准的Resnet50测试中 推理性能达到78563 IPS 比目前业界最好的AI晶片性能高4倍 能效比500 IPS是第二名的3.3倍 一个韩光800的算力相当于10个GPU 据了解 韩光800已经开始应用在阿里巴巴内部核心业务中 根据仪器大会的现场展示 拍立陶商品库每天新增10亿张商品图片 使用传统GPU算力识别需要一个小时 使用韩光800后可缩减至5分钟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